时间就是金钱 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在一眨眼后过去 特别是在忙碌的步调中 我们更留不住时间 但是许多事情可以在这短短一分钟内发生 欢迎来到脑部记 今天要来看在下一个60秒内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对整个世界的人口来说 250个听起来没有很多 但是你想想看 一天内有几分钟 在乘这个数字后 你可以发现一天内大约会有36万个婴儿出生 其中25万113个小孩会出生在贫穷的家里 15个婴儿将会有先天缺陷 世界消耗1150万磅食物 在60秒内全世界将消耗520万公斤的食物时 世界也将浪费大约240万公斤的食物 闪电击中地球6000次 虽然你可能会认为闪电不太常发生 但是你可能会惊讶是这些致命的电极在我们天空发生了多少次 也就是说每秒100次 每分钟就大约6000次 每小时36万次 或是每天864万次 我们需要闪电才能够保持地球表面和大气质型的电子平衡哦 脸书会有180万按赞次数 脸书在全球拥有每月12.31的活跃用户 我们每天都有25亿贴文内容 这样许多公司以不强求的方式与消费者进行共通 创作了许多商业机会 而我们已经成为了按赞成瘾者 62%的人每天都必须分享他们的行踪地点 跟谁一起 科学家认为这与自恋成瘾和精神疾病有关 Nike会赚36505元 当在越南Nike工厂的人每分钟赚0.0014元时 反差的Nike品牌却每分钟赚上了36505元 这让他们的血汉工厂面临了巨大的公众羞辱 所以后来他们发布了定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列出了超时加班和公平工资 虽然如此去年又才被在柬埔塞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提出抗议 如此的工资才能够让他们每分钟赚进这36000美元的价格 而大家所爱的苹果则是每分钟赚进了7466美元 美国人吃了21000片披萨 我们都知道披萨是美国的食物文化 他们知道披萨的美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天吃掉了约100英亩的披萨 因为美国人的热爱让披萨每年价值赚超过38亿美元 107个人会死亡 其中18个是因为饥饿而死 世界上每4分钟就会有人感染艾滋病毒 全球每分钟就会有12个人因癌症死亡 令人恐惧的是全世界的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相差许多 但也许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因为人口过剩和非洲饥饭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你知道你刚刚花了60秒的时间 就知道了许多不可以的事实吗 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不要忘记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